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不妨试着去做以下午件事 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一顿不行的话那就两顿 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向来是改善心情最简单粗暴 却有效的办法 一顿好吃的吃下去 胃填满了 心也会被幸福感填满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校门口不远处就是夜市 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约上三两好友一起 从街头吃到街尾 面对冒着热气 十里飘香的烤冷面和章鱼小丸子 天大的烦恼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因为我们会意识到 眼前不只有生活的苟且 还有烧烤火锅小蛋糕 人不能跟自己的胃过不去 心情再不好 也别忘记吃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哪怕只是一碗简简单单的面 当汤汤水水下肚时 胃里的温度也会传到心里 给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二 经理社交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 拿出手机 想找朋友聊聊天 结果打开通讯录发现 里面堆满了不知道 什么时候加上的 脸和名字都对不上的名片 能聊天的人找不到几个 无关的人倒是一大堆 打开朋友圈 想刷些有意思的动态 开心开心 结果啊 全是些不认识的人 发你的不感兴趣的状态 从上刷到下 不仅没有开心 还觉得更无聊了 有时候让我们活得很累 心情很糟糕的主要原因 就是身上的包袱太多 而且没有一个能卸下这些包袱 完完全全只做自己的地方 社交圈里的人太多 只会将自己所剩无几的自我空间 进一步压缩 让我们连发个朋友圈都真字卓句 生怕一句话说错了 会得罪人 发错了内容 会被人指指点点 神经长时间紧绷着 难免会感到喘不过气 经理社交圈 也是给自己的心 腾出一个休息的地方 或是将无关的人清理掉 或是干脆分成私人和社交 两个账号 把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 我们才有时间 有机会 卸下那张戴了很久的面具 松松块块的歇一会儿 做一会儿真实的自己 三 做些能静下来的事情 很多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会想着 做点别的事情 转移一下注意力 不胡思乱想了 心情自然会好起来 但是如何选择这个别的事情 也是有学问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 选择有难度的事情做 只会让心情更加烦躁 只有那些不需要动脑的 机械的 同时啊 还需要一定耐心的事情 做起来才会让人 慢慢变得平静 比如织毛衣 剪脂 或是在纸上乱涂乱画 只要使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做起来都可以达到 转换心情的效果 有一位患抑郁症的朋友 跟我讲过 他在心情极度沮丧的时候 就会开始画画 并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画 只是拿彩笔 把一张白纸涂满 不留一点空白 一开始啊 家人朋友都不理解 觉得他是在做些没有用的事情浪费时间 可他偏偏就是能从这件美意的事情当中 获得宁静 医生得知了他的情况之后 就劝说他的家人朋友 不要阻挠 因为这是他自我疗愈的方法 每画一张纸 他的心情就会变好一些 当画好的纸 落起来有膝盖那么高的时候 他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精神状态和人生 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 人的行动会影响思维 所以当身体积极地动起来的时候 那股能量也会不自觉地感染着思想 使我们摆脱消极的情绪 所以啊 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妨就允许自己浪费一些时间 在那些无疑的事情上面 也许他们带给我们的东西 比想象中的要多 网上有一句流行语 叫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也可以用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人们心情不好 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解决不了 所以才着急上火 导致心情变差 但有时心情恰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 一味地跟难提死磕 只会让自己钻进牛角尖 心情越来越差 不说最后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不如就暂时撂开手 好好地睡一觉 痒痒精神 蒙头睡上一觉 虽然不能解决问题 却可以让我们暂时逃避烦恼和焦躁 等一觉醒来 我们就拥有了全新的心境 那时候再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或许就能事半功倍 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它不仅仅能修养身体 更是清理大脑及心情垃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 生活中的压力 大多都是通过睡眠释放出来的 所以遇到难题时 不要跟自己较劲 想着玩不成就不睡觉 好好睡一觉 换个心情 难题才会迎刃而解 五 学会放过自己 王小波说 人的一切痛苦 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很多人把这句话当作行尸横延 因为不想当一个无能的人 所以用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又为了达成目标 拼了命的努力 可到最后 80%的人的结果都是 既没有完成目标 又陷入了自我否定 心情变得极其糟糕 都说自律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情绪稳定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发展副业 让自己睡着的时候也能挣钱 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可很少有人说过 学会放过自己 才应该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学会放过自己 就是懂得对自己说 失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之所以说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是因为这个坎过不去 我们还可以绕道走 实在完不成的事 就放弃 没什么丢人的 生活中 多的是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 地位再高 成就再大的人 也得有那么一两件 心有不甘 却有无能为力的事 何况我们这些 普普通通的人 怀疑自己 否定自己 然后讨厌自己 都没有必要 凡事只要尽了全力 最后的结果 坦然接受就好 白岩松说 人生的过程 5%是快乐 5%是痛苦 90%是平淡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 不要过分 放大那5%的痛苦 而忽略了 95%的平淡和幸福 生活中 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我们阻挡不了 坏事情的发生 却能够改变 自己的心情 做人 最要紧的 就是开开心心 当心态变好了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世上没有什么 过不去的事 好了 这就是今天 为您分享的文章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是童童 晚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